自賓 自賓要跟你請教 日本品種的小黃瓜管理的方式 近今有前輩給他指導 在主要是來到咖啡的時候 在這個管道我們還要來當心 只有留兩條的徹牙來行動 其他人都要幫他順著 想要請教這樣的管理方式會有適合 近今有老師所說的 徹牙就是一夜一過這種方式 還是說每一節的徹牙都要留一夜一新 對 這是這樣 你說 跟腳踏的時侯 把他當心留兩條徹牙 就是說留兩條徹牙去 那麼這種應該變成雙慢整肢 這一般 嗯 我們是不這樣子做 就可能 這種做法很少 在我的印象裡面 我比較少這樣做 所以這不是新的 比較先進的這個方法 沒有說很了解 一般通常 比較規範式的 這個做法通常是這樣 就是說 他還是會規定之後 這個兩三四五六七八 一般通常到第八個結尾 才會比較開始老徹牙 啊第八個結尾差不多多大 第八個結尾通常是差不多 在這個四十五公分 不倒六四十五公分 一般通常都開始他那百個結尾 比較小百個結尾 那麼他的 啊第八的 因為這個你如果老太多 他的回歸生出來就獨到頭腳 所以我們通常在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時候 那時候有 啊有的人會老 第六百就開始老 最起碼是跌的 就是說前面五節 一定要收到 一般我們是都收到七百 六百七百不一定 大概是這樣 那麽因為你老太多 那個歸生出來獨到頭腳 也沒什麼好 啊讓他太早生 會去影響到這個三龍 那麽年老 年老呢現在他開了之後 開了之後呢 啊因為他這個 現在我們在種的 這日本這種 日本系的系列這種 他這個母慢結果性 這些啊都還可以啦 但是呢其實 啊現在有一些拼頌 三龍要管的拼頌呢 得手就是他的這個母慢 啊母慢呢他的成果率就很高 正常來說 以前都是啊一條跳兩百 啊一條跳兩百 一條跳兩百 一跳一百 所以完全是割那個徹牙 啊現在有的拼頌是 生兩條 兩條三條 他跳一百 一百年不生 還兩條三條 再跳一百 所以我們種的這個方式就是 母慢 母慢呢 通常就老了 都沒有把他翻掉 一直開 一直開 那麼有徹牙出來 有徹牙出來 一個徹牙出來 就一片一條過 翻掉一片一條過 有多少徹牙 就老多少徹牙 一直老到最 這個不停到 管頂的時候 因為又起了太高 我們把他當心 當心 當心停起來了 割那個徹牙 這個徹牙結果 這樣啊 那麼 一種的一個方式 所以 那麼 這個方法呢 就是說 我們習慣是這樣做 我們的習慣是這樣做 但是別人的方法 也不一定就不行 譬如說他的拼頌 可能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 已經是 適合這種做法 不然一般來說 那麼一般來說 就是說 比較少 比較少這種做法 不過說的 一夜災心法 這通常是 目前來說 最穩定 產量品質 還有 最穩定的 這個做法 所以你這種 譬如說 這個方法 比較少 比較少 我們習慣 習慣 習慣 在做的方式 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的這種方法 還是比較少看到 比較少看到 那麼 這種做法 所以可能 如果是不一樣的拼頌 如果是不一樣的拼頌 那麼 這個通常 譬如說 剛才說到 日本市的軌 還是地方的拼頌 裡面 最主要都是 它主慢的結果 它這個 這個 側慢 側慢出來 它也有一個三龍 所以他徹牙出來 是啊 這個政策 這個通常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一般就是看你的這個 做種法 種法上是什麼樣的這個 這個平靜 但是 不然所知道的這個日本貨的 這個得手 得手都是這個 是這種的一個政法 這個是比較大家普遍 普遍人類的比較好去管理 這個通常是這個 這個做法在那樣 所以這大體上 大體上是這種的政行在那裡 所以有一種是 你這種政法 你這種政法 一般通常是比較少看過 所以呢 因為我慢慢這樣吃過 所以我不覺得這樣子是不是比較好 因為我們習慣做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給你提供給我們主義好朋友 就做這個了解 所以到底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大概是這樣 那麼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 就是好或者不好 不知道 這個比較過 就比較不了解 但是我是建議說 你若是問我意見 因為我做過我敢跟你說 如果沒有做過我就不敢跟你說 那就是 你說我沒跟你說的就一定 人別人的方法就不好嗎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平靜有很大的一個 這個差別 所以這給你稍微了解 所以 因為你可能有聽過我們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疊犯嘛 所以呢 啊 我們在做的就是一夜一國的這個方式 所以一般我們叫做一夜災新法 就是說那個角形 我沒有給他撤牙 我就是給他 一個出來的就是一條 漏了這樣而已 所以我就把它黏掉 一種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不一樣的品種應該有 或許這個譬如你若是特殊的品種 有時候有一個特殊的 比較特殊的這種處理的方法 也是不一定 但是現在普遍大家是像我爸說的 這種方法比較多 那麼你會說 敢一定就這樣 不敢一定是這樣 這有時候 很多好朋友可以去嘗試 不定就是這樣 你就會去做到更好的 但是就是說 目前如果是一夜災新法 大家還是習慣 像我爸說的這種 一夜災新法 提供給我們這位好朋友 你在這個經營 做一個參考